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我也有跟一些好朋友都打过招呼 包括比如豆瀟啊 杜淳啊 因为我更 我不是偏向什么伴郎伴娘 我更偏向兄弟团和姐妹团这个概念 对 我当然今天我觉得我可以特别隆重的像这个 尊哥呀 老刘啊 包括弟弟啊 一起发出邀请来当我的兄弟团 对对对 我绝对会去你们三位的站台 对对 娜娜 你要和超说一下我喜欢朱一龙 追星族 好好好 伴郎伴娘咋找啊 朱一龙 我在摩洛哥结婚就请朱一龙来当伴郎 你去不了 为什么呀 不给你名额 必须得去我 我今天看你的以前照片只有脸只有你现在一半大 你现在好像头都大了 你俩要收点吗 跟雷佳音学的 嗯 我俩头差不多的 雷佳音哭了 像雷佳音我还觉得还行 像乔山我实在接受不了 我告诉你你试壳是吧 迪士尼也得有迪士尼的玩法对吧 刚刚你们的传统和定制结合 就其实都有LED的元素 只是LED怎么玩 我觉得把它玩好 就像我们国庆的五星红旗那天那个升起来 它是透明的 就你知道那个概念 张雨某导演出的那个策划 包括那个利亚德集团 配合得非常好 我当时参加过千禧的生日会 它其实那个场馆 它其实就是很像一个冷正场 我们也看到很多的概念 成为了什么 就是也融合了它那个 爱的插帽 就是随大的一个元素 像一首歌一样的想念出来 所以我是觉得 我们可以把它再玩得极致化一些 我觉得也可以作为 你们将来的一个经典的 这个营销案例